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,耳钉带不进去时,有什么小技巧可以使用呢? 其实,只要在耳钉上涂一些红霉素药膏,就可以使耳钉滑一些,比较容易穿过去。 如果从前面穿不进去,那就让别人从后面先通一通,然后再穿。 不要自己硬穿,不然容易在耳后再扎出一个洞来。 如果是新打不久的耳洞,那么佩戴的时候应该更小心一些,将耳钉对着耳洞轻轻转动,然后向你插入。 不要太用力,边转动边插入即可,而且新的耳洞一般是比较敏感的,非常容易出现过敏现象。 因此,尽量不要佩戴装饰性耳钉,用银耳钉、金耳钉都是可以的。 不仅材质优异,美观度强,而且还能防止过敏。 如果是早已打好的耳洞,好长时间没有佩戴耳钉了,那么在佩戴之前,可以用手指轻轻揉耳洞部位,然后用香皂灯清洗一下,增加润滑度,然后再慢慢将耳钉插入。 这样一来就会容易很多,您知道了吗?